万里的翡翠湾沙滩是这个亲子游客游戏的热门地点 不过日前却有民众向一元白佩如陈晴 沙滩上面竟然出现了一条条的钢筋外漏相当的危险 为此市议员也邀请了国有财产局等相关单位举办会刊 要尽快的商讨出解决的办法 日前有民众向市议员白佩如陈晴 在万里的翡翠湾沙滩上出现一条条的钢筋外漏 由于这个沙滩是亲子游客热门的有气景点 担忧裸露的钢筋恐怕会造成观光修器民众的危险 因此也邀请国有财产局等相关单位举办会刊 要来商讨解决的办法 因为这个海岸线的问题 我们观察结果就是它有一点退缩 所以我们有请这个地主就是国有财产局 是不是委托相关的专家学者 就整个海岸线这些裸露的钢筋 到底要怎么去做一个处理 能够在这个生态以及游客安全能够取得一个平衡 因为这里观光区游客都会进来 那我们就是就暂时怕发生危险 我们有建议地主就是国产局 是不是先立那个庄位跟护栏 然后把它这个区域 有钢筋裸露的区域 先把它围起来 避免游客误入 可以见到一根根的钢筋 一整排的在沙滩上探出头 长短还都不一致 要徒手来拔除也相当不容易 研判在沙土覆盖的下方 应该还有钢筋所属的设施存在 要整体移除 涉及专业的海岸线保护议题 需要专家学者多方缜密的考量方案来处理 而市议员也要求在短期之内 地主国有财产局应该先行设立保护措施 避免游客进入钢筋乳落的区域 这些钢筋后续怎么处理 因为海岸线的退化其实是非常专业的问题 所以必须要请相关的水保还有济师 来就整个周边这个环境怎么样去整理 然后去把这些钢筋来做一个处理 那可能还要一段时间 那所以我们短期间我们会先做安全测试 以及警告标语 让来这边的游客可以更安全 市议员白佩如也提及 对比以往的空照图 这些钢筋所属的设施距离海岸线并不远 但如今却也发现海岸线退缩的相当明显 因此在环境生态与游客安全多方因素考量之下 需要有更全面的解决方案 未来也会督促国有财产局 尽快来商讨办法 还给游客安心安全的清水休闲环境 谢谢小平和万里采访报道